第二日萧兰若起身时,大太阳一透过窗户折射进来,她想起身,却是全身如遭车年,想起昨晚的种种,她耳根又是一热,这男人是不知道累吗? 她开门时,便看到小厨房上空,车檐鸟鸟,一身带色紧袍的英俊男子,躬身在灶火旁,细细看着锅里,萧兰若眉眼弯了,嘴角翘了翘,真是一个体积的男人,虽然不会下厨,却愿意为了她进厨房。 若儿,你醒了,为不累,是本王不知截肢,让若儿受苦了。 王爷的脸上脏了。 本王先去洗脸。 王爷,在做早餐? 给若儿熬了鸡肉粥,若儿太瘦了,该补补。 王爷,这几天可有魔鹰的消息。 你用邪功顿走,不知藏在何处? 要不然,我以身作耳,将魔鹰和云药身引出来,他们不是都在找幻灵遗孤和治晕血脉吗?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幻灵遗孤,他们必定会蠢蠢欲动的。 不行,本王怎么能让若儿去冒险?本王不准,总会有其他办法。 王爷就准了吧,没有诱惑,那魔鹰和云药身他不肯出来的呀。 此时在意,本王扩大范围在训,若儿不要乱出所主意。 或许我们可以对云霄国发起攻击,若起战时,云药身必出现。 当然,也不是真要打云霄国百姓,可以用炸药虚张声势,有他出现。 可以啊,到时候再封出消息给魔鹰,说换了遗孤在龙霄国和云霄国的边境,令他出现。 在战场上将两人给斩杀了,顺便把毒昏虫和傀儡虫引出来给灭了,此几世妙。 傅俊玉也是赞同点点头。 承儿昨日给我来信,说他的旧部已经全部都联系上了,那些人都愿意誓死地追随着他,他已经滚固了自己的失灵。 到时候趁机让承儿出兵,那时候他这皇位才名正言顺。 哦,对了,他说云药身饲养阿毒和阿拉的消息在云霄国已经人尽皆知,他现在已然丧心病狂了,经常放阿毒和阿拉出来养自己国家的百姓引起民愤。 百姓怨声载道,他已然失道寡助,要尽快解决了他才好,不然不知道要亡死多少的人呢。 这样也好,到时候让七大水户家族上场,将这俩恶魔除了。 云霄国,咽中了傅俊玉的枪伤,云药身的腿经常隐隐作痛。 傅俊玉这妄八蛋,居然将朕的腿打瘦了,如此朕更是配不上青城角色的阿若了。 为什么同样是腿瘦了,阿若当时却对傅俊玉不离不弃,并将他的腿治好了,却对朕不闻不问。 轻松站在一旁,默默无言,念缘,执念,偏执了。 皇上不如与阿毒和阿拉解除了血气,将阿毒和阿拉灭了,然后勤政未免,做一个正义为百姓的皇帝,或许那萧姑娘会多看皇上一眼。 傅俊,朕的事情何时轮到你一个奴才智慧?朕曾良善过,换来的却是践踏侮辱和毁灭。 皇上,你的腿还没好,万不能动路,也不要走动那么多。 废物,统统是废物,皇宫里的太医都是庸医嘛,只跑朕的腿统统拉下去砍了。 去,将云霄过长得像阿若的女子都给朕抓来。 她就不相信,她还真只对萧兰若有感觉了,轻松摇摇头,觉得下去罢,此生她的命都是皇上给的。